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联储心不甘情不愿地宣布了加息25个基点 控通账 稳经济 还有旧银行 不难看出 焦头烂额又疲于应付的 美联储愈何熊掌难以兼得 而另外一方面 鲍威尔前脚安抚市场 强调银行系统仍然健康 而财长耶伦在参议院的发言 却是一盆冷水 给市场来了个透心凉 剧情反转让人猝不及防 市场一片迷茫更是终末不定 那美国经济的前景又会如何来判断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问你 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 美联储最新的一期一期的决议 终于是出炉了 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 基本符合了市场的预期 那美元汇价还有美债的收益率 应声回落 那财长耶伦在参议院的发言 又给美股市场浇下了一盆冷水 也拖累了三大指数在周三 全线挑水 我们并且预认 那我们预认预认预计 美国当地时间22号 美联储一如预期加息25个基点 将联邦基准利率 调升至4.75%至5%的目标区间 这是美联储自去年3月以来 连续第9次加息 利率水平创下2007年9月 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以来的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决议声明中 删除了持续加息事宜 额外的紧缩政策吃当这些表述 同时还新增了 对近期银行业风暴的解读 警告称银行倒闭事件将拖累经济增长 并且表示如有必要 会准备好调整政策立场 点阵图也暗示 未来可能只有一次温和加息的机会 市场相信加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并且憧憬可以尽快进入降息阶段 消息打击美元汇价快速下挫 美会指数周三一度下探102水平 初期六周以来的最低 跌幅达1.15% 美债收益率同步回落 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 一度下探3.91% 由日高水平回落超过34个基点 回处了周二是所创下的 近14年以来的最大日内升幅 同时十年期收益率的日内降幅 也达到18个基点左右 不过美股刚要开始狂欢之际 就被财长耶伦 在参议院听众会上的发言 泼了一盆冷水 叶伦的一席化令市场 对银行业风暴的担忧进一步发酵 银行板块周三集体收跌 地区银行指数的跌幅超过半成 西太平洋合众银行 报告存款额一周左右减少了20% 银行也已经从美联储贴线窗口 贷款超过100亿美元 股价大错17% 而此前已经濒临崩溃的 低共和银行再跌一成半 同时瑞信 花旗 摩根大通 等大型银行股也未能守住红盘 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尾盘跳水 中场全部收跌1.6%以上 这场由美国银行业引起的危机 似乎还在继续发酵的过程当中 那随着鲍威尔还有耶伦相继的表态 美股在周三可以说是上蹿下跳 几经波折 最终还是大跌作收的 目前市场的主要存在哪些担忧呢 我们来看驻纽约的记者陈飞飞 发自华尔街现场的观察 周三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本点 这其实符合华尔街此前的预期 但是美股却转涨为跌 并且在尾盘掀起了抛售 最终道指跌超500点 标普白指数跌破4000点大关 纳指跌幅也有1.6% 市场的情绪其实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就是现在利率区间的上限 已经提高到了5% 但是这也许还没完 尽管年底的利率中位数是保持不变 还是5.1% 但是大家如果看点阵图的话 就会发现几名联储官员的加息预期 和12月份的那次预期 也就是地区银行危机还没有爆发之前相比 是不降反升 有的认为还要在今年再加两次 鲍威尔在记者会上也表示 如果通胀顽固 不排除持续加息 另外从周三发布的其他预测数字来看 也都不容乐观 比如说今年底通胀指标预期 这个PCE的预期是拉高了 另外对于明年GDP的预期是下调至只有1.2% 对于明年底的联储利率中位数 也提高到了4.3% 那这种种都是让华尔街没有办法松一口气 另外华尔街还聚焦地区银行危机 那此前一些投资者是押注更强力的联邦救助方案 但是在周三美国财长耶伦在听证会上是表态说 目前财政部并没有在考虑 对于所有的银行存款同保这样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将存款保险25万美元的上限取消 那这也是导致了地区银行板块 在周三应声大跌超过5% 而美联储周三呢 对于银行问题也是做出了相应的表态 一方面在联储的声明当中 他们是表示银行系统健康有韧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指出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信贷紧张 那信贷紧张也是华尔街所担心的 几家银行过去相继倒闭之后呢 其他的银行势必会采取更加严格的封控 监管部门也会更加严格的审查 这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影响商业投资和消费者贷款 那根据投行高盛的统计数据 在美国啊 资产小于2500亿美元的小银行 发放了美国45%的消费者贷款 一半的商业贷款 六成的住房贷款 以及八成的商业地产贷款 因此啊 地区的这种小银行的流动性问题 对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 这对于美联储来说 可能并不一定全是坏事 紧缩既可以靠联储的加息缩表 也可以靠银行的信贷收缩 两条腿走路 但是问题是银行的信贷收缩 将以缓和循序渐进的方式 还是像之前倒闭的三家银行那样 以无序混乱的方式进行 从而破坏金融秩序 使市场接下来需要持续监测的重点 谢谢菲菲在华尔街现场 给我们带回来观察 围绕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原因 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的可能呢 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 凤凰演播室 也特别邀请到了国泰军安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亦凡先生 一块来探讨分析 蒋先生您好 你好 蒋先生 美联储这次加息25个基点 基本上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的 但我们看鲍威尔这番讲话 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硬 他还在不断地安抚市场 说美国的银行系统仍然是健康的 如果说金融压力在蔓延 将会对储户提供更广泛的保障 那这么看来 美联储这一次降低幅度加息 似乎总有 那么一点心不甘情不愿 您觉得后续的这种加息的路径 会不会出现改变呢 好的 首先从本次加息的幅度来看 25个基点和市场的预期是一样的 但是关于后续美联储加息的进度和节奏 这个是大幅超出市场的预期 在加息前夜 从之双所利率期货所隐含的加息概率来看 在本次加息落地之前 市场对于今年后续美联储降息的判断 应该说是非常的乐观 在加息前夜 当时市场是预期 3月份加息25个基点之后 它就是最后一次加息了 然后从今年6月份开始将开始降息 到年底会降100个基点左右 到年底会降到3.75%到4% 但是实际的这个利率解决议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是市场被浇了一盆冷水 彻头彻尾的一盆冷水 目前来看 5月份可能还得再加息一次25个基点 然后在今年年内 可能就看不到降息的可能性 和此前市场的这个预期出入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在尾盘的下跌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如果说看后面美联储加息的路径和节奏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5月份可能还要再加息一次 加25个基点 这个是从3月的点证图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在年内预计降息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哪怕要降息的话可能也是在年底11月份 或12月份才有这样一个机会 在今年的二季度三季度 基本上是看不到降息的可能 文君 那蒋先生现在来看 我们看美联储面临一个很难的抉择 这个稳经济控通胀旧银行 这三点根据这个蒙德尔三角来看 它可能不可能同时满足 总得舍弃其中一项才能满足另外两项 那从鲍威尔的表态来看 美联储是不是已经决定就是彻底要放弃旧银行 从而保住稳经济还有控通胀这两项呢 对 确实是这样 美联储现在所面临的不可能三角 就是在控通账 稳经济 还有旧银行这三个选项当中的 选择其中的两项 那么从利率决议之后 鲍威尔的鹰派表态来看 现在仍然是把控通账 放在美联储工作的首要目标里面 那么因此基本上就是放弃了旧银行 这样一个选项 那么所以从后续的 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呢 我估计银行的 欧美银行的这样一个风险事件 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发酵 并且因为本次的银行的危机 它其实归根到底 它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美联储加息 尽管之前美联储也是提供了一些 类似于像贴线窗口贷款的一些政策工具 像银行业注入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流动性 看上去是在短期帮助银行缓和了危机的 这样一个进一步的扩散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种措施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美联储连续加息之后 目前美国的长短期利率是出现明显的倒挂 利率期限结构的走势图是往下走的 所以对于美国的银行业来讲 它现在所碰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是之前靠期限错配所带来的利差收益 变成了一个利差的亏损 那么大部分银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局 所以就是在美联储停止加息 开始降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没有到来之前 我觉得对于欧美的银行业来讲 目前的这样一个困境 就是造成负债和资产的利率相不匹配 倒挂的这样一个情况 还会让不少的银行出现净资产 和账面的一个亏损 那么所以就是现在美联储的选择 其实也已经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清晰了 就是在不可能三角当中 选择了空通账和稳增长 那么旧银行这个选项 基本上就没有放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因此我估计后续银行的风险 还有很有可能出现持续的发酵 持续的反复 谢谢蒋先生解读 其实大家都不难发现 每一次在美联储的议席会议之后 抱怨的讲话 总能让市场变得上窜下跳 这似乎已经是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了 但当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同时出声 关于银行业各自的危机 却是各说各话的时候 这可能就会让市场变得十分吃不消 那未来又会走出怎样的行情呢 美国经济又会何其何从 下节我们将继续和蒋亦凡先生 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美联储符合市场预计的加息了25个基点 但是美联储的一系列表态 特别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说法 让市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 但此时此刻我们又看到了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也发表了一番讲话 这一番讲话又会有什么样的意味呢 我们接下来还是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演播室 请到国泰军安的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亦凡先生来探讨分析 蒋亦先生其实刚刚我们分析也不能看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个发布会的后半段 他其实已经说明了 也就是说美联储似乎要放弃旧银行 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银行还是安全的 可靠的在安抚市场 但财政部长耶伦的讲话就没这么好了 他就说了否认大幅的提高 存款保险额度的可能性 而且声称美国监管机构 并不打算提供一揽子存款保险 来稳定美国的银行体系 那这个说法会不会让市场变得更加迷茫呢 对 我觉得耶伦的这样一个发言 确实会让美国市场的 对于银行业危机的担忧 会进一步的上升 因为现在美国的存款保险 它是只能保50万美元以下的 这样一个小额的储户 那么对于一些企业的账户 尤其是一些成长型科技型企业的账户来讲的 那基本上都是杯水车薪的 那么既然现在耶伦已经表态 不可能对于银行存款保险 大幅的提高它的一个保额 不能提高它的上限 那势必对于很多银行来讲 在短期内短中期内 有可能出现存款大幅的外流 甚至有部分银行 如果说它的客户相对比较集中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挤兑 一旦出现挤兑之后 那么这些银行 它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就是它必须把手里的资产变现 来作为一个客户的取款 其实之前硅谷银行为什么说会倒闭 就是因为被挤兑之后 那么只能把账面上有浮亏的NBS 进行一个割肉 一个抛售 那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亏损 最终是资不抵债造成了破产倒闭 那么我相信如果说这个恶性循环 再进一步延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还会有其他银行 陆陆续续布上这样一个后尘 哪怕说它扛住了没有倒闭 因为美联储的各种流动性的支持 但是对于这些银行的股东来讲 他们的亏损可能会比较大 那简单上其实刚才您已经分析了 美联储现在能做的事情 似乎就是在稳经济和空通胀方面了 它基本上已经放弃旧银行这事了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 您觉得美国现在居高不下的通胀 能不能控制得住 还有大家都比较关心 就是美国这个经济 在未来软着陆的窗口还有多少呢 好的 那如果说我觉得银行业的危机 进一步发酵的话 其实美国软着陆的可能性 是在越来越低的 看今年美国下半年通胀的话 其实如果这个通胀让它去自由的下降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大的下降空间的 因为在年初的时候 我曾经是预测过 今年到五月份左右 美国的通胀CPI大约能够降到5%左右 然后到下半年到四季度之后 通胀应该会降到3%到4%这样一个平台 哪怕说你美联储在这个位置不再加息的话 它基本上也能够回到这样一个位置上面 当然了就是回落到3%到4% 距离美联储最终2%的通胀目标 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美国后续的话 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本轮通胀呢 在疫情期间这个货币超发 它确实是一个蛮大的原因 但是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就是全球商品供应的不足 那么我觉得美国如果说 后期通胀的这个顽固性实在太强 没有办法降下来的话 它其实还可以通过解除各种贸易制裁 包括恢复俄罗斯商品的出口 其实都是有助于降低通胀的 所以我觉得美联储加息 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背景下 在我看来其实是非常没有这个必要的 但是它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还是要继续强硬的加息 其实在我看来它是有点过了 加的有点过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后面摆在美联储 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就是一旦再次出现银行业爆雷 再有新的银行出现危机的话 那么是不是要对它的货币政策 进行一个180度的急转弯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和当时那个08年的时候会有点像 市场会去担心 美联储如果说政策急转弯的话 反而会加剧市场的这样一个恐慌心理 好 今天特别感谢蒋一帆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一边是通胀高企 顽疾难一 另外一边则是银行爆雷 哀鸿遍野 那美联储这次选择加息25个基点的背后 如何来兼顾抗通胀和降风险呢 下一节我们将会和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 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我们持续再来关注 美联储这次的加息 究竟会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对于通胀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和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 一会来探讨分析 主持人好 我们看这次25个基点 这个虽然说美联储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这么加似乎也释放出来一个信号 但既然美联储选择加息 另外一个侧面也就说明 这个通胀还是没下去 还是得要去想办法控制这个通胀 您觉得美联储到底想释放一个 什么样的信号出来呢 现在美联储它的决策确实是比较难的 而且25个基点好像也只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这个技术上看又不难 因为你要是不加会有个什么后果呢 不加大家就认为你的信 前面都白做了 银行体系都出问题 所以你不敢加 不敢加之后大家就会拿着放大心去看 这个第一共和到底怎么样了 那个西太平洋又怎么样了 一看你可能全是窟窿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刚才咱们那个记者所讲的 就是它有50%的美国的这些业务 发生在中小银行 中小银行你想想看 它从这个0到5这个利率的大波动 它不出问题 就是一般都受不了 除非它有特别好的风控 而这个美国呢 因为它以前的这种压力测试 它只针对大中型银行 它不对这些小银行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你揭开一个它就是一个问题 揭开一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越说的奇迷要淡写 其实你也需要担心 所以这个呢不能够打草惊蛇 第二个就是呢 如果加多了 加多了大家就知道 这个通胀那么厉害 以后还得加 所以我们又反过头来想 如果2月份美国通胀能够控制下去了 不加那一次息 是不是呢这个硅谷银行 签名银行的问题就不会出来 这一日子还能再混一针 所以呢它做这个决定 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 因为没有别的可以选的 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在猜测 就是年底之前 这个美联储会不会完成 这样的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进程 现在来看美联储 不管它应不应吧 反正也似乎是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 大家再忍一忍吧 我可能也就再加个一次 因为点真图的感觉就是 我再加一次也就差不多了 这是不是真的是说 这些银行 中小银行熬过这段时间 它就能见到春天了呢 真的会有这种可能性了吗 对 所以这个Bobber这次讲话 它是非常针对性的 就是要安抚市场 就是说大家再挺一挺 再挺一次 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是还有好几次的话 它就 大家可能就不如先破了算了 先倒了算了 躺平嘛 那你再挺一次 大家想旁边的躺了 那我还活着 那我不就赚了吗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生存的战略 但是我们看到 它其实每次都有新的说法 每次的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这就得回到通胀 它是一个顽疾 它非常难以治理 你上去之后 它就会各种的这种波动 比如说又来自供给的冲击 或者说又来自什么其他的东西 或者甚至说是欧盟那边 外溢在倒回美国来 这完全都可能出现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通胀 现在基本是6%左右 但是你想想看 从6到2 这个利率水平够不够 要维持多长时间 这个总是一个问号 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它现在回答的还说 我们要尽量还是要软着陆 还是要避免阴着陆 它这个话又跟上次又不一样了 上次说很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那现在看来 这个失业率不上升 经济不下来 很难实现 就总需求你 你不把它给降下来是不可能的 欧洲那边的情况 现在还是在这个信头上 比如说英国 它又变了10.4了 它的这个通胀 那通胀10.4的时候 而英格兰的银行 是一直在往上加的 加到这个还是这么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像法国那边 是大暴动 为什么 因为马克龙是把这个62岁的退休 延长退休了 延长64岁 而且它是不经过议会 它直接就用它的这个行政权力给做了 那么这个议会想在里边搞它的不信任 最后弄不成 所以它就能把这个生米煮成了熟饭 但这里面背后就是欧洲它的国库 其实是没有钱的 现在又是高通胀 你想想看 那些退休的人 它要增加收入 那你即便是高通胀 你怎么办 所以欧洲那边的情况 什么时候 因为欧盟的经济规模和美国差不多 它们也特别紧密 现在美国又切断 从中国来的这个供应链的依赖 它就进一步和欧盟发生这个互动 它万一的会更快 所以未来几个月 不能够说 鲍贝尔这次说 今年可能再加速到顶了 但它也有个反向的一个市场说了 这个高利率会维持一段时间 如果说再出现通胀 它可能就是换个说法 我们总的来看 对于联储主席的话 它有各种方向去解读 从格林斯坛到现在都是这样 你不要信 你说这次它就准了 不是说它三个月前说个什么事 三个月到现在 情况完全变化了 你现在不用在理它 三个月前说个什么事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了 通胀一上来非常非常难 而且它会给你添各种麻烦 现在所谓的银行危机 所以信贷危机 不就是去治理通胀 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吗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你过去十多年疯狂地印钞票 从金融海啸以来 各家都在印 美联储在印 欧盟在印 日本银行印的是鼻祖 然后英格兰银行在印 现在瑞士银行也在印 最后谁来买单 肯定就是各种各样的 公司财务的问题出来 所以现在来看 反正一方面通胀是还没有下来 另外一方面 中小银行已经各种各样的雷 开始不断在爆了 所以接下来真的会不会 有更多连锁反应 真的是需要好好地观察了 今天特别感谢周辉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 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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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